再來看到怎麼會有這麼樣的烏龍事件呢 台南市的新市國小 新建的教室工程剛完工 沒想到廁所只有馬桶 卻沒有門 也沒有隔間 根本是無法使用 今天遭到施員痛批要求撤換教育局長 台南市長賴清德也下令 一週內要釐清責任 用柱的人放在柱的位置 要求教教 要求這個位置請市長 做一個施工的條件 台南市議員要求市長賴清德給個說法 因為新市國小 新建教室工程已經完工 沒想到廁所竟然沒有隔間 也沒有門 無法申請使用執照 淪為文子館 因為教育局 他的行政的嚴重態度 來影響到小孩的塑教權 因為他本來核定的經費 他都已經輸用完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好好可以更進就 再來檢討 說到底什麼是有需要的 教育局長連忙解釋 因為工程發包多次流標 檢相發包後 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他也覺得很意外 不過市長賴清德表情凝重下令 一週內要釐清責任 你提出計畫的時候是一回事 市府核定計畫之後 核定經費之後 你自己又變更了 增加了很多東西 就把必要的 沒有放進去 使用執照拿不到 然後再透過議員到議會來質詢 要求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會釐清那個責任 一個禮拜內 請教育局釐清責任 是誰決定可以檢相發包的 登革日疫情都還沒有落幕 如今又爆出國小教室工程烏龍事件 肯定讓賴清德又多出一件煩惱的事 劉曜曹富年台南報導 幸福是建議員